继续中国女排拿到铜牌的成绩,2018世锦赛已经是告一段落,朱婷继续流氧之旅,小苹果原今月里盈盈都是回家,但只有一人如今是面临两难的抉择,要不就忍痛继续打,要不就退役,她就是女排大戒严妮。 不管是在雅加达亚运会还是在世锦赛中,除了主公朱婷、张长宁、袁新月等球员抢眼之外,作为复工的严妮更多的是平稳的带着这一群女排姑娘在场上打听,毫无疑问,1992的严妮表现十分出色的一员,甚至还拿下这家复工的荣誉。 对于31岁的严妮来说,能够获得这样的肯定是最让她开心的,但是也正是如此让她最难受。 在前几天结束比赛之后,郎婷带领朱婷、张长领和袁新月等一众姑娘,都是来到央视接受风云会的采访。 当时作为嘉宾之一的严妮,也是说出了自己的心声,严妮是说道,我参加比赛时,其实自己身上每天都挺疼的,每天和伤病做斗争,我在考虑以后是否还继续,从这一口气来说。 看来31岁的严妮,也是有退役的打算,毕竟像贵若琪、魏秋月等比较年轻的都已经离开了,自己还坚持着一身病痛继续打球。 可能在之前很多人都只知道,在比赛中朱婷累到趴在地上,张长领发声妙血依然坚持。 但其实严妮是每天都处于这样的状态中,从比赛的照片们看到,手臂、大腿和腹部,严妮已经是被衣,条条脚带缠满。 这些脚带的作用是防止她肌肉过度激烈拉伸再度拉伤,一般只有这部位受伤的球员才会接这个。 所以也能看出,手腿和腹部等地方,几乎全身严妮都有不同程度的伤病,甚至是在训练中,她还需要准备冰带来海姐痛处,看得出确实是十分痛。 值得一说的是,正是由于这个原因,所以严妮不管是在省队还是中国女排中,她都要比其他球员更早起床准备,需要提前半个小时来把胶带和舒展活动。 特别是当她脱下球衣,让医生针灸的一幕,是需要每天训练之后是进行电针针灸治疗方法,而这个电针针灸不像一盘针灸这么舒服,是需要通过电机来放松肌肉,是一个十分疼痛的过程。 据会若其爆料,有一段时间严妮是曾哭着,对她说,会啊,我可能坚持不了了,虽然在场上如此辉煌。 但是在场下这些女排姑娘,是用生命在战斗和训练,虽然一些网友还在为中国女排只能拿刀痛害而已,但看了严妮这个确实是打脸她们。 同时,也是让许多球迷,都纷纷为严妮竖起大拇指。